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聰 相信一路以來 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有儲開Figure 讀牌也算是Marvel 一路有很多朋友問 會否拍片介紹你的Figure 或者你的收藏 終於因為早前你都知道 我搬到Studio 就開始收拾好它 就開始收拾一下 收拾了那麼久的東西 今天就決定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Figure我也有幾多 其實我沒有理由全部介紹了 沒有介紹幾個 我個人挺喜歡 我也值得分享一下 你看到也有幅畫 有一個頭盔 我會輕輕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個要介紹 這個型號本身的故事挺特別的 這個不知道看不見了 我是未拆的 我本身打算不拆 但今天就跟大家一起 真是開箱了 Mark 47 就是蜘蛛盒的Homecoming 即是在船上 跟別人打架 搞到船差點倒的時候 R-Man就飛了過來找他 現在開箱了 證明我不是開箱 真的會開箱 但通常我們玩Hot Toys 保持這個啡盒 其實真的會保值一點 扭到袋子 可能會再保值一點 也希望找到這個機會 即是這條片 幫廣大的男士評分一下 我接觸了Figga之後 看到很多人都要偷偷幫忙 買回去 就很怕被他的另一半 即我們俗稱的開關 就會揍到 但我覺得其實 我們男生 或者其女生 我們都有很多興趣 但我覺得Hot Toys 算是一個不錯的興趣 因為至少它是保值的 其實我個人也算大小 但我比較喜歡買保值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 如果買這個保值 甚至可能它有升值的潛力 其實我又不是真的叫小了一筆錢 而是我們平時所說的 就是把那筆錢變成了自己喜歡的東西 但當你有一天不再喜歡 或者有其他原因 你要把它變賣出去的時候 它都會有些錢回來的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東西買回來 可能你用完之後你不要 是不值錢的 在這裏我想分享一件有趣的 有一個比較舊款的 手提電腦 就是這三個的牌子 水果的牌子 我之前有聽過 他們的公司可以拿一些舊的產品 給他們 那它就可以給你一些現金券 讓你可以在它那裏再換 買其他東西 再換一些東西 我那時就說 柱丁我們這部電腦也夠了 不如問一下他們 是否可以換現金券 柱丁就去問他們 得到答覆就非常有趣的 我便說 可不可以把這部電腦還給你們 然後你會給我們一些現金券 我們之類的 他們說 我們只有做電話 iPad那些 就會給你現金券 但這部電腦是沒有的 但我們可以幫人回收 但我們不會給你任何東西 她說 你有沒有什麼價值 這個電腦回收 是沒有價值的 是的 它沒有價值 但它都超好人的 雖然沒有價值 但它也幫我收 但它不給我一些 我差一點 哭了出來 其實這個世界有些 這麼善良的人 真的很神奇 後來也問回他們公司的員工 好像說 香港是有的 好像澳門的 甚麼甚麼店 就沒有了 蛤 那這個Mars 17 那我就 現在開來看看 好嗎 可以再說一下它的故事 我覺得它這麼神奇 是甚麼 我想問一下 沒有玩開的觀眾 想看第一眼的感覺 覺得是否漂亮 Toyce他們這個盒 其實算是挺有心思的 其實我覺得 還有大家 沒有試開手指就行了 OK 這個就是我們的Mars 17 我相信大家 很多人都已經看過 不少人做開箱 其實已經出了一段時間 它已經不是一個新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我不太過說太多 我純粹給大家看一看 大約 OK OK 它現在 它的防疫意識 是更高 你看到 它現在是遮蓋了 OK 我們不用怕 它有一些發布膠 我就純粹不動它 純粹 因為我不是真的想做一個 很深度的開箱 純粹給大家介紹 我挺喜歡這幾隻 講解原因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看 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這一刻 你覺得這隻Mars 17 哇 哇 好害怕 我想問一下 你們暫時這樣看 你覺得這隻Mars 17 你覺得漂亮還是不漂亮 你們也可以留言 現在留言 我可以再說 跟著我A OK 留下了嗎 OK 講講師傅的故事 其實這隻Mars 17 剛剛推出的時候 以我所知 很多人都覺得不漂亮 可能一來 沒有什麼感情 我經常玩Hot Toys 玩Figure 那些 其實感情是比較重要的 可能我們看早上電影 那部電影 帶給我們好深的感受 然後很想有這隻Mars 17 可能我看了這隻Mars 17 我可能會想起 那部電影 它給我的感受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那可能當時這隻Mars 17 其實都在Spider-Man裡面 就出現了一會兒 其實沒有太多氣氛 還有可能它的配色 跟以往的風格有些少許不同 之前的Iron Man 可能都是紅色、金色 這些為主 這隻採用了少許的紅色 然後大部份是銀色 很多人都覺得 不是很漂亮 那當時我記得 好像如果沒有的 我忘記一千多元 二千多元 我忘記了 那就是沒有什麼人買的 通常都排排幾個小時 然後熱到爆 才可以買到 然後可能要等兩年 才可以收到貨 那這隻當時是沒有什麼人買的 那就是因為沒有什麼人買的時候 可能它出貨量就比較少 那慢慢到實物出來的時候 那些人們看一看 不知道為什麼呢 可能是物以汗為鬼 還是越看越漂亮 還是怎樣 那些人們突然覺得很漂亮 那慢慢它的價錢 就可能本身一千多元 那炒一炒 最高興炒到過萬元一隻 不是有價沒有事 真的有人就真的買了回來 那後來 Hot Toys很可愛 它又出回那個B1 它又重新出回這隻 用回正常的價錢 但我記得不知道 是否少些 還是什麼 大家若知道可以說回 那後來就有一個正常價 好像一千多元還是二千多元左右 我在那個時候買了 我當時很慶幸 當時我自己忍著 因為其實 萬多元的時候 我也是衝動想 會不會真的買呢 因為你知道 其實我是比較後期 先找Hot Toys 大約看完M-Game之後 我就上網看影片 看看Hot Toys 後來看到這麼厲害 再看看 原來是香港牌子 後來發現 這個香港牌子可以做到 這個世界的龍頭 很厲害 然後看看 自己買了東西 就喜歡了 所以我就後追了很多 都是抄架買回來 然後它就跟了一個 這個頭罩給你 這個頭罩主要用來 還原來Spider-Man裡面 他遠距離遙控這個規格的時候 持鐵 都是給你續環 還原來場景 即它一打開 原來Toni老師 就不在這裡 真人的頭雕 你的手指很長氣 OK 我的手指很長氣 不好意思 幾隻手 這隻就是一隻 有火動的手 可以擺姿勢 擺姿勢 或者你喜歡的 可以擺姿勢 這個就跟了一些火 給你 換了你的手 做到好像 飛鋪的效果 OK 看看底部有什麼 底部有些說明書 底座 還有一些火 做模擬它飛鋪的形態 還有一些配件 還有一些電 在這裡 就跟著給你 那電有什麼用 其實這些Hot Toys 這些位置 其實全部都有燈 你可以換電 放電 放電進去 然後打開 這些眼睛 胸口 手 這些都是會亮燈的 但由於我 很懶 因為你知道 電磁的東西 每次玩完 其實你一定要插電出來 用電放在裡面 可能牠長距 又會漏了一些東西 或者怎樣 還有我個人 是粗手粗腳的人 那些Hot Toys 我大部分都這樣放在這裡 或者我拆都不拆 因為我很軟盡 我經常怕我拆的時候 會不需要弄爛了他們 都差點整跌 我跌了 真的很心痛 不是開玩笑 還有都受汗 我怕可能弄完他們 之後又會 不知怎樣 老化了 整件事更加髒 雖然Figure這些 要疼愛玩 但是 歪路燒的電話後 你就不需要疼愛他 特別當你好像我這些 粗手粗腳的人的時候 你就會選擇 用歪路燒西牛盾的手機殼 因為有了歪路燒西牛盾的手機殼 你就不用擔心你的電話的安全 還有你會選擇 你喜歡的MARFEL圖案 或者其他圖案都可以 然後好像這些MARFEL幣 我就選擇了一堆 他們MARFEL系列的手機殼 我手上這個KIA手機殼 就用了這個 終結王化的材料設計 保證你用五年都不會變黃 就一直都好像這麼清澈 這麼透明 如果你覺得這樣 可能有些單調的話 不要緊 它還可以搭配八種不同顏色的鏡頭框 還有六種不同顏色的手機殼 可以為它添上一些色彩 好像手指一樣 就算是全黑也好 也會穿些支援甲頂住 歪路燒的SYLET SUIT 防術殼 對稱是搭不爛的 正常情況下 OK 但是說是沒用的 我們今天不如來實測一下 究竟有多麼堅硬好不好 好 但是這次呢 它就給了這個iPhone 13的版本給我 我正在用iPhone 13的版本 可能不適合 可能你不要借視聽我的電話來試試 難怪我借了一部電話過來 還有一部iPhone 13的版本 我甚至以前是做電話店 經常都會幫人貼螢幕貼 但是說了很多年前 而螢幕貼其實很多都很簡陋 就是給你一塊東西 但是這個呢 我覺得挺好的 它給了很多設備 給你清潔的東西 給你一些舊的東西 等你貼螢幕貼的時候 可以容易一點 清理完的表面 將這個輔助工具 放在這裡 它這裡呢 它是專門做了一些洞 然後對應這個輔助工具上面 有些洞 可以完美的 這樣就幫你對好些位置 就是這樣 撕完之後 還有些氣泡 繼續推走就行了 可以脫掉它 再推一點邊位 OK了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3D撞撞碟 那一間呢 它就可以面對我們衝擊 我們現在就看看 這個3D撞撞碟 加上這個 Soilet Suit防摔殼 保護狀態的iPhone 13 面對我們的衝擊會發生什麼事 各位觀眾 就是這個了 1比1的女神錘 但可能你會覺得 喂 這些是不是流的 就是 你拿個球的膠搶出來 裝了東西 我們先試一下 好嗎 各位觀眾 那現在 就試一下 這個 可不可以應付到 這類神錘的鏡 OK 但如果真的太大力 我想 我不知道 我們先試一下 慢慢來 好嗎 細細來吧 就由剛剛這個力度 好嗎 就是這樣放去 好嗎 我想說 很害怕 因為它的鏡頭在這裡 我避免撞到鏡頭 我放在這裡 OK 你拍到一條鏡頭的嗎 我拍到 OK 1 2 3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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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咦 依然在播放我的面 我們先試一下正面 OK 各位觀眾 1 2 3 好 好 暫時還不錯 那我們 這樣 你覺得可以嗎 好嗎 好嗎 哇 有學過這麼多力嗎 有 這樣有多少力 沒有 不知道是嗎 繼續吧 1 2 3 我可以用一個空箱 試一下它本身的鏡頭 噢 我的天啊 你看看見到嗎 看見到鏡頭那麼厲害 它完全沒有事 但可能你會覺得 喂 是不是漏了呢 就是它重量 我們找點東西試 你看看 OK 最後再試完這個裝裝 我們再脫了兩件 看看能不能頂得順好嗎 各位觀眾 嘩 嘩 它是 爛了一點點 螢幕是爛了 但我們看看 它究竟能否保護到你的螢幕呢 我曾經是買過一隻防爆螢幕 很久以前 它是七百多元 買回來後 很厲害 就堅清防爆 有一次我在家 我不知道它的電話 跌在地上 一砰 螢幕向下 我一拿上來 整個螢幕 裂開了 嘩 我心想 嘩 嘩 嘩 幸好買了防爆螢幕貼 然後我就撕開螢幕貼 因為都爛得這樣用不了 我撕開的時候 那塊螢幕貼 完全沒有爛 螢幕都裂了 嘩 那一刻我才知道 它的防爆螢幕貼 真的只是螢幕貼 放爆 OK 螢幕出來了 在高手上可以看到 這一邊 不能做假的 它真的爛了 拿了點了 看看發生什麼事 我們看看出來了 效果是怎樣 我的天 很緊張 各位觀眾 看到我的螢幕嗎 多麼英俊 這次我們的測試是成功的 OK 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你完全不怕 你可能出去吃飯 放下我的電話 有人拿著出來 噗噗噗噗噗噗 你都說 不怕 我還有Wino Shield 3D撞撞 就是這樣 OK 經過我雷神之取的試驗 Wino Shield西牛盾 還是完好無損 非常之厲害 要你和我一樣 都很喜歡Marvel的周邊 就可以買這款 Marvel的西牛盾手機 來過客人 就像Hot Toys 或者訂 又不怕容易爛 可以怎樣玩都可以 但如果你對Marvel是沒什麼興趣的 那就不要緊 其實Wino Shield西牛盾的手機殼 還有很多不同的圖案 可以讓你選擇 Wino Shield西牛盾 透過他們讀的 叫做Soft Spare 打造了超越軍規防水 防護等級的手機殼 和周邊配件 還支援Android的機種 大家有興趣的話 現在就可以用我的折扣碼 馬上有10%オフ 就是9折扣的優惠 快點試一下 他們在網上看一看 很多款的 OK 接著介紹一下 我個人很喜歡 都是Marvel的周邊 這是一幅畫 看的時候 從不同的角度 你都可以看到 它好像對著你一樣 它有一間香港公司 做的 剛好送給我 很感謝它 我也很喜歡 我保持到現在 看得很棒 這是一個海報 OK 接著是這個 這個就是Mark 5的頭盔 這個頭盔 其實現在我們 好像它的電鍵壞了 沒有電 正常是有電的 有電的時候 你只要按一下 它就會打開了 這樣就可以看到你一樣 剛剛它就合起來 還會發光 但之前就有條片給大家看 你見到 這個我覺得 用來裝飾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有一點不好 就是 我不知道 它要跟電影的比例 還是什麼 其實這件東西 很搞笑 基本上正常男生的頭 你肯定戴不動 正常我看到 我剛剛的影片都是欺騙 但因為只有欺騙 頭可以配上去 我給大家看 我戴的為什麼 OK 我可以這樣 我戴就是這樣 普通人戴的頭盔 男生戴就變成一盆帽 我戴就是Ironman的帽 所以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 它的設計 會設計到正常男人 是不能戴的 只是給女生 天大道 所以我曾經有懷疑 這件東西應該屬於 情趣內衣的一部分 可能如果一些男生 喜歡Ironman的時候 就可以被另一半戴著這個 頭盔 然後就 就是這樣 我只想到這個解釋 我想不到其他原因 為何會做到這麼小 還是我注定做不到這個Ironman 好痛 OK 介紹這兩件事 跳回來 我們Hot Toys這一部份 OK 還有你看到這個 就是我們的Mk49 還有這個 OMG 真是早前才收到的 Mk85 的摘旋版 即是作為一個 十年的粉絲 你看到Endgame 最後 美國隊長 Avenger Assemble 應該是起雞皮 甚至是你全場人 你上戲院 你看到人們的反應 人們是尖叫 拍手 然後其中一部 Pepper 出了來 出了這部規求石 都是一個很驚喜 甚至會有一點 起雞皮的位置 所以這兩個 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 就是Mk85 戰選版 也是Ironman 就是Tony Stark 的最後一套規劑 就是他生前 他的意義 非常大 所以就一定是要入手 這個也要多謝香港的朋友 他幫我在動漫節拍了幾個小時 幫我買這個 這就是Pamper 它的本體 還有規格的頭條 就可以做回 Handgame 最後飛出來 又會揭開 看到它的樣子 大家尖叫一無 然後就介紹一下 這個戰選版 這個戰選版 我都看到網上 很多人有不同的聲音 就覺得有什麼問題 不太好 自然做得 但我自己覺得 當然可以做得更加好的 但我不知道 這個價錢 他可以給我們 有多少 但我覺得 他不是完美的 但我覺得 都可以 因為他對我來說 其實 你見到我都不會擺出來 純粹是一個首創 因為他給我那份感情 你做了這麼久的Fans 然後那套戲給你的情感 你都很想擁有 他還有一套規格 那頭條條 我覺得真的做得挺漂亮 但說起這個 如果你真的喜歡這個戰選版 其實他的發光位 就是你知道 最後 他有個姿勢 跪在那裡 卡手指 他都可以做到的 他可以跪在那裡 做到這個動作 他都可以跟著 這隻手 給你做出場景 但這個發光位 其實沒有太多 老實說 平心而論 但如果你真的很喜歡 其實我個人可以推介 香港的一個專家 做這個模型 一個人 這個就是他的專家 之前也有朋友 送了他的作品給我 他自己再上賣色 我覺得那個算是挺漂亮 還有一些發光位 做得挺足 比起這個 他那個更加做得更漂亮 就是這樣 可能很簡短 但真的給一些 沒什麼接觸的人 最後我覺得 值不值得買呢 其實真的值得 一來我們有很多感情 但如果你拿來炒賣 我覺得就不建議了 我也是覺得 雖然他現在的熱潮 沒有以前那麼厲害 但他其實也算是挺保值的 大部份來說 大家有興趣都要考慮一下 但不要緊 至於這個不是Hot Toys說的 但最重要的是買回 WinoShield 我們手機學就可以了 好嗎 就是這樣了 今天影片到這裡 多謝大家 或者你們有什麼 或者之後 真的想我深度介紹哪一隻 或者怎樣 看看有沒有機會做 其實我都不太敢 因為我真的很怕 直爛他們 我很愛疼他們 你知道嗎 因為我的頭肚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就是那個時候 我放在雞丁他們的房間 他們發生了很多事情 你也不知道 我有個奧創的雕像 一比四 放在他們那裡 你知道奧創現在變成怎樣 他變成了一份 即是奧創 所以不關我的事 我希望你們知道 今天多謝大家 再見 拜拜